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北看天下 我是张景为 最近海峡两岸 分别都发生了一些 可以说是不可思议 而且令人感觉非常荒谬 又恐怖的一些现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为大家所谈的两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发生在几天前 台湾的政府行政院底下 所设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在内部的会议 开会的内容 它的一个开会的记录 跟录音的内容 被媒体暴露出去了 被媒体做了全台湾的一个广泛报导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里头显露出 这个促转会的原来的 后来这个促转会的副主委 他已经因为这个事情 立刻闪电请职下台 但是在这个整个的 被曝光的内部的会议的内容 居然里头的这个机关的人士 自称自己是东厂 那么引发了台湾的社会 乃至朝野 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效应呢 那么这里头所凸显的一些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持平的 而且非常严肃的来看待 绝对不是只是因为 一时的媒体的效应 就放过去了 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第一段里头 做一个非常扼要的一个分析跟爬梳 第二个题目 大家所看到 最近这几个月以来 中国大陆从企业界到演艺圈 乃至于到这个网路界 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人物 非常有成就的有钱的 有影响力的大人物 一个个可能是这个神秘死亡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暴毙 然后再来也有的人出了事 被羁押 那么也有的 也就是我们最近在上个礼拜 也分别都谈过了 一个是突然表示 他要在一年后退休的马云 中国这个可以说是 全世界的电子商业的 龙头老大创业的一个霸主 马云 他为什么会突然要宣布 在世人眼中认为他太年轻了 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来宣布提早退休 另外一个就可以说是 中国最有名的 现在是最有名的一个女演员 女明星范冰冰 人间蒸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多月 超过一百多天了 到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 各种众说纷纭 那么我们分别跟在这个节目里头 也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原因 但是他背后所共同显现的是 为什么这一段期间 这么密集的 这些名人 有钱有势或者有影响力的 这些名人 一个个都出事 那么有一种莫名的恐怖的气氛 弥漫在整个的神州大陆上 而进而引发了全世界对于中国 目前现在这个政治体制 跟这个奇怪的社会结构 产生了很多的疑虑跟批评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又会带给海峡对爱的台湾 乃至于全世界什么样 传达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谈的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第一个题目之前呢 我要稍微简短的回应一下 上个礼拜我在台北看天下里头 曾经跟大家谈过 有关范冰冰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 我当时用的标题 叫做范冰冰这个事件或者现象 它的其来有志 也就是事出有因 以及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么事后 很高兴大家的捧场 也谢谢大家的各位网友 朋友们的一个捧场 那么它的这个点阅率其实蛮高的 当然它也代表了 非常多的人 对于范冰冰事件 整个的不可解的地方 大家有很高的一个兴趣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进来看 进来听 但是我也看了下面的留言 我也有几点 这个谢谢大家的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教 但我也有几点 在这里先简短了一个小小的回应 第一个台北看天下不是一个谈八卦的 也不是基本上不是一个 为了凸显爆料的一个节目单元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主张跟我们的看法 或者我们的分析跟观点 所以我知道 大家在看完了那一集以后 虽然点阅率很高很捧场 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够辣 觉得我这里头 好像缺了一点这个 劲爆的内容 不过我刚才也讲了 其实在当今网路发达的这个世界里头 大家要看有关范冰冰的这些传说 或者这些有的没的 你上网随便一找就一大堆 但是本人 至少台北看天下里头的本人 我是从一个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出身 我是着重着在这一些所谓真真假假讯息的整理跟分析 以及来探讨我们从这里头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教训跟观点 而不是在凸显那些未经证实的一些留言跟传言 那些要劲爆 大家上去看就好了 那太多了 我不做这样的一个留言的散步者 所以我也看到有观众朋友在下面留言说 你这个台湾人对大陆太不了解了 范冰冰事件绝对没那么简单 我在那边也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我从来没有说范冰冰事件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我说它有表面的原因 也有背后的原因 那个背后原因 表面的那个原因 其实没有多少人相信的 背后的原因 大家都在谈 可是我们要把它爬输出一些 比较有根有据 而且值得去探索跟讨论的一些内容 所以这里头我从来就觉得 它非常复杂 这个背后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 或者是指控 我就不能够任意的大放厥词 那么再来 我也看到有人 有朋友留言说 他说台湾人 谈什么范冰冰事件 他说 这个还是这个好好的守住你们的民主 少谈娱乐 那我跟这位观众朋友讲说 范冰冰事件发展到现在 发展到现在 怎么会是娱乐事件呢 它是一个已经是跨政治跟社会跟国际的 一个问题 甚至我们讲到法治人权跟文明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谈的时候 从来不是在谈娱乐新闻的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也有一位朋友 提到说 对就是同样一位网友 他就说 我谈这个范冰冰事件 都是捕风捉影 机灵狗碎 叫我少谈娱乐 那我在那边也是回应 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捕风捉影 我不愿意机灵狗碎 所以我才去谈那个大的 所以我在当上个礼拜的节目里头 一开始就是说 我在这里再一次的重申说 范冰冰事件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有三点 比较有意义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范冰冰逃漏税的问题 第二个说法是范冰冰违法抄贷款的问题 第三个 第三个原因说 它是涉及贪腐事件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可是只有第一项 好像有关逃漏税讲得比较清楚 另外两项 连比较相对具体的一些罪名跟指控 都没有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列出这三点 刚刚讲的那三点 这三点全部都是中共官媒 而且主流媒体 电视或者是报纸 所提到的 那至于网路上 那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 那个有一些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 一些说法我完全没有提 所以不是捕风捉影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相对来说 是比较严肃的态度来探讨 为什么范冰冰会失踪 而这个失踪 现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 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视 唯妙的是 中国的官方居然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个反应 而且是老神在在 我们就要探讨为什么 而这种中国官方看似 不让这种事情继续去蔓延 可是看起来另一方面 好像又让它在底下 在基层在世界上不但延烧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为什么 这才是我们值得我们关心的 而在正常的国家里面 正常的民主社会的结构里头 碰到范冰冰事件的这样的一个 诡异的状态 一般正常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这是我们大家要谈的 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个拉哩拉扎的一个回应 那我赶快就回到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主题 就是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促转会 为什么会变成了所谓的这个东厂 这个话说就是在大约五天前 上个礼拜 那么台湾的媒体接获了 有关于促转会里头 内部人员一个副研究员的一个爆料 他把促转会里头 由促转会原来的 现在已经这个人已经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 他已经闪磁下台了 但他当时还是这个促转会的副主委 换句话他是促转会的二把手 这个人叫做张天青 这个天下的天 那么钦佩的钦 所以他在内部会议里头的一场 引发非常争议的这个谈话跟内容 遭到了一个传播出去 而且被媒体广泛的报道 所以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马上就就马上下台 这个内容 我也很快帮大家爬梳一下这个背景 他在这个被爆料的这个内容 他因为全部既有录音又有文字记录 他是赖也赖不掉的 他在里头说到了说 这个针对这个国民党新北市的市长参选人 大家知道侯友宜这个人 他就提到了 他在会里头说 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 后面加了这一句 非常争议很大 那么在这次选举里头 这个促转会 我们在促进转型正义 这个过的很多讨论当中 侯友宜这个例子 没有操作的话 很可惜 所以这一段话马上 后来就引发了这个 他所谓让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这个冠冕堂皇的这个机关 变成了选战打手 这样的一个争议 那么他完全没有办法抵赖了 后面他又怎么说呢 他在会里头 他说促转会的主委 黄黄雄 他主张走的这种促进转型的 这个方式跟风格 黄黄雄是主张南非和解的路线 但是张天青他主张的是 德国式的要追究责任到底 那么在会里头 张天青说 我觉得很不爽 那么将来 反正绝对会把他翻案的 他要把这个促转会 往那个追究责任 严厉追究责任的方式去走 这个还好 这个在开会里头 结果也有一段就是 他跟这个促转会的一名研究委员 叫肖吉南 开玩笑的自称 这就最大的争议了 他说我们促转会 本来是南场西场 现在已经升格为东场 这是他跟这个一位研究员 姓肖的在会中 自己好像 当然这个是一样半开玩笑的话 但是这个流露的心态 就非常的可疑 而且坐实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作为这个促转会的二把手 他居然是这样子想 自己的一个角色 定位自己的角色 那么他还 这个张天青在会中 指示部署 要赶快收集国外的小故事 他说把这个小故事整理起来 像类似像这个侯友宜的 然后把它分配给民进党的立委 让他们一人喂一个 喂养的喂 一人喂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他们来发挥 或什么等等 所以整个的 这个会议记录出来 那这个是炸翻了天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居然 你开玩笑 也就是内部的 你自己流露 你自己私底下最深 最深层深处的那个心态 就是把自己想成是东场 第二个 很大的争议就是 促转会居然在里头讨论到 选举的事情 要把侯友宜拿出来操作 如何的操作 这两个问题 我刚刚说了 炸了锅了 所以当然 这个 不要说国民党这边 要追究 追究的是说 民进党里头 原来民进党冠冕堂皇 说了那么多 促转会 还有另外一个 不当党产 追讨 处理委员会 专门在追讨 处理国民党党产的这个会 当然也会被扣上 就是说 原来你民进党搞的 就是这一套 所以 国民党这边 就是强烈批判说 民进党政府里头 不只是一个张天青 还有张天青们 负数加S 很多 社会上也 引发了很多的分议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 民进党方面 当然知道说 张天青这个人 他所引爆的 已经不只是 他这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 大家会对民进党 这个政府 以及他所 立足推动的 这个所谓 促进转型正义 这个大帽子 原来这个是 很严肃的 大家都知道 促进转型正义 这个是民进党 重返执政以后 施政以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 在这个核心底下 他新设了两个单位 一个叫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一个叫不当党产 处理委员会 这两个都是 以前没有 政府没有的新机关 那么这个两个新机关 的处理方式上 促进转型正义 他是要清除过去 威权时代 戒严时代 白色恐怖时代的一些 迫害人权 违反法治的一些 残留的移序 可以进行很多的调查 赋予他很大的 这种行政权力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 本身就已经 在这两个单位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在台湾内部 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说这个是不是有违线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有逾越 所谓三权分立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但是你现在又爆出内部 居然二把手 跟一群人在那边谈说 我们要选战操作 我们是东厂或者什么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这个引爆的 真的是不只是 张天青一个人的问题 他可能引发的效应 不知道会是什么 所以张天青 发生这个问题以后 张天青立刻闪持下台 也就是说 他当媒体一见了以后 他立刻闪持下台 根本就不碰媒体 他躲起来了 躲起来也好了 民进党就要进行 这个损害的一个控制 那么另外就是 那个跟他开玩笑 那个研究员 他也就赶快就调职了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 包括这个行政院长 赖清德就道歉 那么蔡英文总统 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讲说 这个不是我们 期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做了一个基本的表态 处理了这么一个 主要引发争议跟风暴的 这个人以后 其他就没有了 当然民进党 可能是认为说 做损害控制这样就够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以后 原本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民进党很多人都 这个在私底下 半公开的讲说 不应该是有这种心态 等等这个批判 当然批判火力不是很强 可是是非是很清楚的 没想到过了两天以后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 社会的争议 不断的在扩大 另外是国民党 不断的在追击 其实就国民党的角度来讲 这个事情民进党 错得太离谱了 当然是在政治操作上 国民党也要好好的抓住 要一阵趁势追击 所以民进党在两天以后 他立刻就转了那个方向 就开始收了 所以民进党里头 以这个 党中央的秘书长洪耀福就说 这个是少数人 在冷宵为 这是台语 冷宵为就是说风话 说一些五四三 说有的没的 他说民进党私下就是 很喜欢讲这些话 这是民进党的一个 一贯的风格跟缺点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只是讲讲而已 少数人在私底下的一个开玩笑 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就 把他这边设了一个防水闸 让他不要扩 继续扩充下去 但是这整个事情 会不会危及整个民进党政权的 在推动 我刚刚也说了 这个清除过去威权时代移序 要促进转型正义 跟清算斗争 本身真的是只有一线之隔 本身就 这方面就要取得社会的一个 相对的共识跟谅解 或者是理解 就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工程 一个心理建设 你现在内部居然活生生的冒出了 你自称为东厂 而且是说要选战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可能引发的骨牌效应到底到哪里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 简单来看 民进党上台这两年多来 他基本上 我们看到他的整个一个运作 强调的是改革 他透过这个完全执政 掌握完全的行政权 跟完全的国会的绝对多数 用强势表决 把所有的资源跟权力一把抓 然后这一切 强调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革 第二个 他所 特别是这个伸张的 就是所谓转型正义 刚刚我也说了 转型正义的 这个是民进党新强调的一个价值 而在这个新的诉求 杰出的价值底下 他成立了两个新的单位 一个就是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另外一个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第三个民进党会强调团结 换句话讲就是 民进党他强调的是 他代表台湾真正的一个价值 当然最重要是对抗 对岸的这个中共 台湾必须要 他诉求团结 所以断交的时候 大家也要团结 团结讲到团结当然没有错 那团结讲到过度了 过了头以后就变成 只有团结在民进党底下 才叫做团结 当然我们要开句玩笑讲说 以前国民党威权时代 何尝不是如此呢 巩固领导中心 不容你任何 做任何的挑战或质疑 你只要有批判 有质疑 有不同的意见 你就是破坏台湾 破坏团结 你就是畅衰台湾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次促转会所引发的这个情况 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外界有不同的看法 而这里头我们看到 我刚刚也讲了 民进党在一开头知道说 哇这个事情太糗了 所以赶快 表示这个认错或批判 但是不到两天 民进党都态度转向强硬 就强调说这只是个人而已 而且特别抓回来 就是开始又批判侯友宜了 所以回到这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讲就是侯友宜这件事情 其实民进党本来就会立 就会针对在年底选战以前 就会针对侯友宜这个人 国民党的新北市的市长的提名人 参选人侯友宜 做权力的批判 现在只是因为促转会的内部会议 曝光了 提前把民进党对付 这个侯友宜的这个 用这个 他是威权时代的 所谓这个鹰犬走狗的这件事情 这个民进党本来就有这个策略 有这个计谋 就把它提早曝光 那么回到侯友宜这个上面 我之前 之前这个几个月前 我也曾经在节目里头 谈过侯友宜的新北市的一个战情 民进党是 推出了他们的这个老帅 一定不只是老将 老帅 苏贞昌 就是全力要拿回这个新北市 这个非常重要的 台湾的第一大直辖市 以人口跟面积来讲的话 那侯友宜 我们现在讲究侯友宜 现在民进党要操作的就是说 他是当年逼死所谓 台独烈士 郑南荣的主要的一个 凶手 把他看成是这样 但是侯友宜 以及支持侯友宜的 包括国民党 还有支持侯友宜的人 都强调说 侯友宜当年 去抓 带队去 拘提 这个郑南荣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个终极警官 他当时是台北市 中山分局的 刑事组长 他算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警官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底下 他是奉高检署 高检署已经发出了拘提令 你说他是一个公务员 他那个时候能够不去执行这个任务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各方就有各方不同的一个说法 而且另外一个也有争议的问题 就是说 当时到底郑南荣是有完全自己自愿的自焚 还是因为在拘捕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产生了一些意外 导致郑南荣不慎引爆 或者最后造成了焚烧而死 烈火焚烧而死 这个原因跟当时的一个状况 其实各方还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那么所以我刚刚也讲了就是 侯友宜在当年的执行强制拘提 侯南这个郑南荣的这个角色上面 以及当时现场事发的状况的原因的究责 到底能不能怪侯友宜 这个台湾社会真的是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么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是 民进党现在不断的批判侯友宜 但是蛮反讽的就是说 侯友宜自己都讲了说 当初民进党是全力要拉拢他入民进党的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你看那个多久以前 十几年 快二十年前 侯友宜可以说是台湾最有名的民心警官 打击犯罪的一个自然铁汉 所以民进党当然要全力争取他 那么后来没有争取到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变成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 过去 侯友宜自己就讲说 过去民进党政府把他当英雄 但是现在因为他代表国民党要参选的话 就把他打成是筷子手 已经不只是狗熊 而是筷子手 那么事实 如果我们把它摊开来看的话 侯友宜在从这个局长 地方县市的局长变成了台湾最高的警政署长 最高的警察单位 警察机关最高的是警政署长 在这个七八年当中 侯友宜这样的不赐把镯这样上来 刚好就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就陈水扁那个时候 然后侯友宜变成了最高的 被升上了最高的警政署长的时候 当时的行政体系的最高首长 也就是行政院长 刚好就是苏贞昌 所以换句话讲 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民进党当时想要拉拢侯友宜的时候 就把他讲得这么好 现在是侯友宜变成跟他变成要竞争 选举竞争的对手 就把他讲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可以足以 是成为现在侯友宜阵营方面 也国民党方面做来反奉 就是说你民进党 民进党怎么会会这样的一个前后 如此的一个不一致 所以侯友宜方面阵营 当然也是非常的步步为营 小心谨慎 因为民进党不会轻易放掉 有关侯友宜是威权时代 居然害死了这个所谓台独建国烈士 郑南荣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攻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诉求 但是这种诉求 能不能赢得台湾多数民意的一个认同 我刚才也讲了各种角度来看 而且民进党自己前后不一 你如果真是说他是 是这个被你讲得这么糟的时候 你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那有长达八年的时间 你不但没有处理他 你还把他不断的拔着 这个根本说不过去嘛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讲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东厂事件 说台湾的促转会 本来是一个高度正义的一个机关 都变成了这个极端邪恶的这个象征 叫做东厂 而且是他自己说的 内部自己说的 这个印象真是让人非常的一个感慨 就是说 其实讲到东厂 大家很简单嘛 东厂什么叫东厂 东厂这个印象实在是太鲜明了 我们常讲一句俗话 就是你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 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 这个没看电视呢 至少看看电影 在电影跟电视里面 东厂大家都知道 这个厂工嘛 那么他是 头头一定是一个武功 非常高强的一个大公公 然后他底下 还有这个大党头 二党头 三党头 他不翼而出 底下 那么在里头的一群的鹰犬 我想东厂绝对是一个彻底 邪恶的 一些负面的一个形象 他是什么 他是专门铲除异己 残害忠良 践踏法治 完全没有这个人权的 这样的一个机关嘛 这个印象一旦扣在促转会头上 你说促进转型正义 以后还怎么推动 那么这个东西 如果在民间的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蔓延下去的话 民进党整个的执政 那更是 那球翻了 被人家骂翻了 所以这里头又看 民进党的心态是怎么样 但是民进党现在嘴很硬 他现在马上回过头来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 选举的关系 他又要在操作这个转型正义 又把侯卫拿出来 他也是在策略上 他就是要把国民党引进 引进这个所谓转型正义的 这个战场里头 让国民党跟他在这个地方 进行这个舆论的一个决战 所以民进党看起来是 态势是非常强硬的 不过这个话题的最后 我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 其实心态是非常重要 人难免会犯错 可是犯错以后的心态 跟他有没有如何 下一步的改进的行动 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 而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两天左右 不到两天左右 民党里头就兴起一股声音说 要严格追究处理 这一次爆料 把这个内部会议 爆料出去的那个副研究员 叫吴沛荣 要追究他的责任 这个事情就显露了 这一个非常可怕的心态 就是说你不去问说这个内容 他所爆料这个内容 造成了你民进党自己 如何的毁掉你的初衷 跟原版的理想价值 反而反而去追究说 谁居然敢把这些事情爆出去 你如果追究这件事情 我们反过来看 当初你民党所诉求的 这个威权时代 要不是有很多 有正义感 勇敢的 这个所谓的吹哨者 他能够在必要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把它暴露出来 怎么会有后来 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解体 又怎么会有党外势力的 不断的茁壮 乃至于到今天的国民党 你当初不就是靠这些很多人 在强权跟不公不义的压制底下 就敢于出来 爆料出这些问题 而造成了这个 更大的一个冲击吗 你今天不去追究 他所爆料出来的 这个内容的是非 跟大是大非 跟他的对错 你反而去追究这个人 说他不应该爆料 你这就完全奇迹小矣 莫此为甚 好 最后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就回到就是说 我们讲的说 半冰冰的这个事情 其实马云这件事情 马云最近最新的一个动态 大家都知道说 他大概在五六天前 他去海森威参加这个东方经济论台 普丁就在会议上 就说 那位这个年轻人 马云先生 怎么那么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那么早就要退休 结果马云就开一个玩笑 讲说总统先生我已经五十四岁 不年轻了 结果普丁就笑笑地回他 讲说 哎呀你还是很年轻啊 我都六十六岁了 所以大家算一下看看 马云是一九六四年生的 普丁是一九五二年生的 他们两个差一轮 十二岁 所以他们理论上 他们应该是同生肖的 所以马云为什么要提早退休 是不是马云 他看得比较远 还是他有一些什么事情 被落在这个中共的一个手里 让他不得不为 这个真的是 我们必须要靠未来的时间 去慢慢这个检证出来 不过我现在讲说 马云事件跟范冰冰事件 真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当然讲说废话 他们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是搞网络的 一个是走演艺圈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开玩笑 我现在讲就是说 这两个人 两个事件特殊点在哪里 第一个 我看马云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了一连串的 已出世的或没出世的人 或者是已经暴毙的 或逃条犯事的人里面 最特殊的一个人 他特殊在哪里 第一个 他人还在 他没有失踪 也没有被关进去 也没有什么 第二个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传出 他有犯到任何事情 而他已经先行隐退了 所以这到底是马云看得远 他有智慧 还是什么 我们要等着看 必须继续再去追踪下去 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说 范冰冰的特殊点 他是相对于马云的 没出世人还在以外 他又是另外一种诡异的 极端的 他是最诡异的一个情况 他是人找不到了 第二个 听说他出事了 应该是出事了 但是到底出什么事呢 现在没有任何人出来证实 官方也没有说 而且他到底有没有被调查 也不知道 好 我跟各位讲 最微妙的事情是什么 在正常的国家里面 正常的社会体制里面 这个时候就是媒体 大肆发挥的时候 我现在讲说 不要说美国了 在台湾也是一样 在日本也是一样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他在全世界来讲 知名度是中国最高的 而且代言了好多国际的品牌 广告 居然媒体也都没有追 还是说媒体追了 但是报了以后 根本就不敢讲 结果媒体不但没有追 这件事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还打落水口 报导说 他在这个社会责任的 这个100名的名人的排行榜里面 位列最后 还有一些报说 他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三大理由 还说他用这个肉体来交易 来换这个拍片的资金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报他料阴阳合同的崔永元 哪有这个能力 让范冰冰失踪这么久 所以这背后 当然是很有来头的 牵涉到很有来头的人 而且犯了也是什么很重要的事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么范冰冰啊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逃漏税的关系 那就关他 那就在一个透明的社会里面 来讲的话 透明法治的社会里面 就应该给他 这个正式的这个审判定罪嘛 哪有像现在这样子 不清不楚的 那我们看到两天前 中共的一个外交部 中共外交部一个记者会上 国外的媒体终于忍不住了 有人就跳出来问了中共 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 问他说 范冰冰这个不见了这么久 全世界都在越来越重视 在关切啊 你有什么评论 结果耿爽就笑笑的对他讲说 这个是一个外交问题吗 你看四两拨千斤就过去了 所以我现在在讲就是说 这个事情啊 范冰冰这个事情啊 第一个就是发生的太诡异了 所以我们不传不谣言 但是在任何正常的国家里面 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 第二诡异的地方是 政府怎么能演真正的让这个事情啊 不断的让留言继续的蔓延 而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处置呢 第三个 在正常的社会里面 最重要的白血球单位 当然也可以说是满足人们八卦的 或者是窥密的 一个心态的媒体的功能 完全没有发挥 让他他也没有去追踪 也不敢去报道 或者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啊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讲说 世界上真正最可怕的就是 你知道有发生了某件事情 可是让你又不知道这件事情 哪里出错了 这个就会让所有人呢进行紧张 而风声鹤唳 而人人自为 但是这样的一个气氛 跟这样的一个结果 难道是现在不断宣称啊 国力崛起 准备要当国际社会老大的 这个中国所希望的结果吗 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一个本事 谢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